歡迎來到學用數學 數學而用 今天呢 我們要完成這柵欄措施 第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用Sequence完成這紅欄柵欄 首先先開啟經典版的GGV 那要畫柵欄 我們今天利用的是不等式 0小於x小於1 這樣就得到一條 然後2小於x小於3 又是另外一條 那如果要做一堆 那就是利用這Sequence 然後k小於x小於k加1 k呢 讓它從0到30 那間隔是2 那再把這兩個刪除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偶數開頭的柵欄 那如果今天想要得到奇數開頭的柵欄 我們把剛才的指令改成1開頭 接著呢 我們就來調整一下顏色 奇數開頭呢 把它變成深藍色 那偶數開頭的呢 把它變成深紅色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裡有一個小技巧 直接把x加負號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 加負號之後呢 這邊一樣從0開頭 所以為了讓這個紅藍交錯 L4呢 這邊應該是調成這個深藍色 那L3 這邊把它改成深紅色 那接下來要做的呢 就是放上這個綠色的圓圈 而且通過塗層 讓右邊紅柵欄再上 左邊藍柵欄再上 看過了一個小技巧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小技巧 再上一個小技巧 再上一個小技巧巧巧 感谢观看